好,給大家看一段官方的影片 你來看它是怎麼做的 這樣太小了,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室內設計在做的樣子 那就幾個步驟 第一個,等一下它就會告訴我們要進入第一個步驟 來,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 第一個步驟,你可以先畫平面圖 你看,還可以拿自己畫的,拿來描圖有沒有 那跟我們蓋房子一樣,是不是先有地基 先有地板,再有牆壁 牆壁也可以這樣圓圓的 然後再來是要打洞,決定門跟窗的位置 接著是不是就地板 地板,隔間 然後呢,第二個,有了清水膜以後對不對 接下來是不是要上材質 哪裡的牆壁 哪裡的地板 是要怎麼材質 然後擺家具 是不是放進來 好 都放進來了之後 就準備 還有它的顏色色彩 然後再來呢 就要準備輸出囉 你有感覺起床這麼快嗎 哈哈哈 你看它有攝影機 是不是可以繼續照 它也有燈光 你的角度 地理位置 我就可以做真正的輸出 所以它的步驟就是像這樣 它也可以做動畫 它可以做攝影機的動畫 所以 這個就是使用3D 我們整個的流程就像這樣 這樣有感覺了嗎 哈哈哈 所以 平面圖 2D 然後變3D 就這樣子 好 那有感覺之後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 先把房間做好 對不對 蓋大房子之前 先蓋小房間嘛 哈哈哈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呢 都是同學做的 有沒有信心你可以做得出來 有 有 有 太好了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你真的可以做得出來 不要懷疑 沒有 我有提供原始檔 哈哈哈 重點是這些都學生做的 真的 真的 我們 就準備來試看看喔 來 那你要做這個之前 是不是要先有地基 先有牆壁 先有地板 所以我們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Sui Home 3D裡面 怎麼做牆壁跟地板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喔 Sui Home 3D Sui Home 3D 一下 這個 你如果要留著就留著 不要怎麼辦 Sui Home 3D可以一次開很多個檔案 只要你電腦跑得動 所以如果你想要留著 你可以從左上角這裡 再開一個新的 有沒有 按一下 這個時候 有沒有又跑一個新的檔案出來了 那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如果 你有看到別人家不錯的 你可以怎麼樣 別人家就是你家 喜歡的就拿 哈哈哈 什麼意思呢 來 假設這台車 模型裡面你找不到 但是別人家有 請你把它複製 你直接Ctrl加7就好 我直接按右鍵給你看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這裡來 Ctrl加V 這樣會嗎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別人家就是你家 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拿的不手軟 哈哈哈 好不好 所以這樣了解 好 好 那我這個先關掉 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地線之影先要有 牆壁 或者地板都可以 那你找看看 你看我們上面的工具 來 找上面這裡 箭頭的往右邊一點 這個 它叫做建立牆壁 就是它 旁邊這個 叫繪製房間 那繪製房間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所以我現在要的是 先建立一個牆壁 有沒有 來老師先找看看上面這個 當你按下去之後 它會跳一個說明的視窗 在這裡 我先問一下各位 會看這個說明的請舉手 唉唷 沒有老師 很少有老師會看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一句話 確定 然後呢 更狠的就勾起來 不要再說 哈哈哈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其實它裡面有一些小技巧 小一些小技巧 那沒關係 我們後面再跟大家介紹 先確定 好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 變成一個十字了 表示你可以畫牆壁了 那畫牆壁呢 老師以前如果用過一種 繪圖的工具 叫做畫多邊形 或者畫直線 你就知道 你是不是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就是那個一樣的 來你看喔 那一般來講 我大部分 會從就是比較接近 左上角這邊開始 你如果不要這樣 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 只是習慣上 我會大概會比較接近這邊 所以我就按下滑鼠放開 你看我按下滑鼠放開 接著你就移動滑鼠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個牆壁跑出來了 那你就看你們家要多大 各位老師 外面的房子買不起沒關係 這裡的房子 心有多大就蓋多大 可以嗎 現在房子都很小間 現在大部分都十幾坪而已 所以有點辛苦 但是我們這邊的房子 隨便你蓋 記得上面的單位是公尺 所以如果你們家的要十公尺 就你的房間 要十公尺 其實我們一般房間大部分都多大 一般尺寸來講 大概四五坪應該就算不錯了吧 對不對 現在四五坪就算大房間 房間來講的話 因為一坪就大概四格 四格 所以四五坪 或者到七八坪 應該就算比較標準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有沒有老師你要很精準的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移動 你有沒有感覺比較不精準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上面其實有一個黃黃的 他們告訴你現在那個公分角度 如果你真的要很精準 他有一個方式是跟那個用AutoCAD一樣 應該比較少老師有用過AutoCAD吧 有嗎 有老師有用過AutoCAD嗎 比較沒有 如果線上的老師你有用過AutoCAD 你在這邊你要很精準 你按下鍵盤上的Enter就好 你看我按鍵盤上的Enter 有沒有直接用打的 我們CAD也是很 就這樣舒服 比如說我就是要一千公分 就是十公尺 一二三 有沒有這樣就剛剛好 打完了按個Enter 這樣 你的那個 有沒有就精準 十公尺 一樣喔 所以你要精準也可以 好 那我們再往下囉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 只是一個房間的牆面 所以您不用說四面牆都做 你如果這樣子連這邊都做起來 雖然也可以啦 但是這樣要看 是不是比較不容易看 所以我就兩面牆就好了 這樣OK 好 所以我們先看這裡 好 回到這邊 所以我在這邊 點一下 你就繼續 好 點一下 OK 好 繼續 看你要多大沒關係 好在這裡 假設我要五公尺 一樣按Enter 500 好 500 這樣就好了 那你畫完了之後 我要結束 老師就按鍵盤上的 Escape 它就代表你會畫的這個 這一次的牆壁 我就把它結束了 有沒有這樣就停止了 好 所以你先把兩個牆壁 先把它稍微建立一下 建立一下 那你建立好了之後呢 建立好了之後 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做牆壁或地板 你如果要回去調整你的牆壁 它的位置也好啦 或者是做設定 一定要回到箭頭 因為如果你還繼續在這裡 表示你要繼續畫牆壁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請你回到箭頭這裡來 回到這邊 那我們來看看喔 在這邊 你看我點到它 有沒有 你就可以點到它 假設我要更長 是不是可以做調整 假設我位置要改變 我可以從這邊拉動它 可以拉動它 有沒有老師你想要有遠遠的牆壁 什麼意思 你看我們現在預設這個水平的或垂直的 如果你希望你們家的牆壁有點彎曲 有點弧度的 來你找中間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中間的 這個 你看喔 放起來好不好 哪一位 自己決定 一樣 這個圓心腳要多少 按下Enter 就可以直接用輸入了 有沒有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你只要在它中間 你看點到它中間 就可以移動 如果是前面這個端點 就是移動它的這個端點的位置 如果是在中間 如果是在中間 直接拉 好 直接拉動它的牆壁 點到中間 如果不是這個 弧度的就是 像這樣 就可以拉動 這樣 沒問題了吧 有沒有老師 兩面牆沒有接起來的 分開的 如果中間牆要做透 就是落地窗 落地窗 那當然啦 要留空間 不用不用 持續後身體 怎麼會讓你做這麼蠢的事 這個我真的要講 因為我們一般K的軟體 你想看看喔 如果我這裡要做門 要做窗 你會要怎麼做 是不是要這裡要留空間 對不對 當然現實的做法也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但是持續後身體裡面這樣麻煩 所以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有牆壁了 你要有那個 來 找一個地方 既然老師先問了 我就先講 你找 左手邊目錄裡面 類別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門和窗 有吧 好 點下去 看你們家的門 或窗 你想要哪一種的 好 你可以找找看 我先找那個窗好了 我們來找看看我們的窗 好 我找這個 滑動式的 你看喔 我就找一個窗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靠到牆壁上就好了 你看我把它靠上去喔 你看 你看 有沒有 洞就打好了 真的啦 你從外面是可以看進來的 哈哈哈哈 所以 我跟你說 土水塞的都很怕你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你是不是不要說門要放這 你不說門要放這 他會砸 但是我們在擺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很方便擺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這個比較大 我找一個比較小的 那是屬於落地窗的 好 側拉門 這比較小 還是有點大 有沒有 這個 窗 是不是就這樣 當然你如果覺得高度太高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模型 有一個叫做 高度的調整有沒有在這裡 變這個圖的 所以如果 我要它 不要那麼高 有沒有可以縮小一點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調整 那它如果放得太低 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是不是要懸空高度把它拉高一點 所以剛剛我們有學過那四個 是不是就是這四個工具 你看 在這邊 點到這個叫懸空高度 按著 往上拉 有沒有感覺 我門窗的位置 就可以改變了 所以剛剛我們用機 只是方便大家看 可是在建築裡面這樣就很方便 那老師 要不要開窗戶 要不要把窗戶打開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你看喔 你要編輯模型就點兩下 多多 有沒有 點兩下 如果 老師 你找的模型是他 就是好像是6點幾百 5點6以後 比較新的 他會有這個 修改開口 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 有的有有的沒有 要看你找的 如果沒有你可以再找其他的 沒關係 那你看喔 如果你有修改開口的 按下去 因為現在 要開窗戶比較通風 啊 自己打開 有沒有感覺 感覺比較有feel一點 你看 你可以在外面旋轉 可以看不同的角度 看你要拉到哪裡 好 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窗戶就打開了 你有的是側開的 有的是 向前開 有的是 往後開 看你 好 但是有的沒有喔 不見了每個都要來 你看我拉進來 像這個就是側開的 老師你順便看一下 我們一般如果在室內設計圖裡面 有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有這種圖 門開什麼方向 是往內開 對 如果要往外開可以嗎 要怎麼開 你按著他 按著他 往牆壁的外面靠 你看有沒有往外開 往牆壁裡面靠 往內開 這樣有沒有超簡單 這樣有感覺到為什麼小朋友也學會的嗎 點兩下 有沒有修改開口 剛好我選的這個都有對不對 所以點開 你問人打開我 這樣不是比較有感覺嗎 以前學3D軟體這個很難 對啊你看 門開好了 所以你門也好窗也好 我要開在哪邊都沒有關係啊 就是 可以可以我也可以關起來 點到他 點兩下就好了 然後你就 這樣子 開 如果這方面開不起來 就從這邊 從不同方向關 用3D 老師最重要的 有一個概念 要會怎麼樣 從不同角度看 因為 你看喔 我剛要開門 要把門關起來 我這個方向 是不是關不到 我就轉一個角度 有沒有 好這裡我要開門 有沒有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果你發現我的角度就是不好用 請記得 換個角度思考 因為平常大家比較沒有用3D的習慣 所以像我在 那個 試傳系上課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是平面 設計為主 所以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平面軟體 沒有改變角度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常常不會說 我要換個地方 換個角度看 我就可以 去操作 所以這個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找的是 沒有的 像這個應該就沒有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沒有開口 比較新的才有 比較新的才會有這個部分 這樣會的嗎 所以呢 你的門 你的窗要開在哪裡 沒有關係 你 再龜毛一點的 都可以自由調整 反正你只要還沒做下去 真的實體還沒做下去 其實都可以用 那我們在軟體端 都很方便 要修改 都很單純 好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點感覺的 有線上老師說 Meet的畫質不佳 會嗎 對啊 可是我記得我現在的GoogleMeet 他已經可以到1080 我自己的啦 我自己那個 GoogleMeet 其實好像 應該還 對對對 以前是只有最高到720 所以 畫質會比較差 好沒關係 那個 老師你 看YouTube只差 落差一點點而已 沒有 不一定 不一定嗎 我在家裡按YouTube 哈哈 好好 我在家裡按YouTube 在學校 在家裡按YouTube 真的喔 好好好 OK 好 所以 針對這個部分 這樣大家有沒有問題 門跟窗都一樣 都一樣的方式 那 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門要外開或內開 就是 靠牆壁的外面或靠裡面 那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那個 台灣 我們的門 大部分都是內開還是外開 我們在台灣的話 門大部分是內開還是外開 你想看你們家裡 對 那內開 鐵門 鐵門 對 外面的鐵是外面嗎 那裡面的殺手或是內開 我們大部分 大部分 其實 在台灣大部分多數 都是內開比較多 因為我們跟香港 比較接近就是 因為都是 地小人仇 所以我們 外開比較容易撞到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通常是往內 沒錯吧 可是在美國 他們的法規就不一樣 是外開 為什麼 對 逃生比較容易 因為我要出去 我還要拉回來 衝出去 所以他們的都是外開 所以 像這種室內設計 就會有一些 會需要 依照不同法規 國家的法規 它會有不同的規定 好 所以 這個部分 跟大家稍微 介紹一下 這樣就 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現在 大概 10點49分 我還是要讓大家起來動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就 下課休息10分鐘 下課休息10分鐘 這樣自動放音樂 自動放音樂 哈哈哈哈 原來看這個直播主 就是講習慣 它是會有掌聲 不是自己去按的 也可以按啊 也可以用按的 哈哈哈 也可能是用這種方式 這種是 都好 哈哈 好大家就可以起來動一動喔 除了嗎 會不會動 來囉 感谢观看